美国异域快速构建反华联盟 还想离间中俄关系 结果如何呢 大家好 我是罗浮强 欢迎来到浮强观察室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拜登出师不力遭遇两年半 这几天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两件 一件是在英国召开的G7峰会 一件是在日内瓦举行的拜普会 这两件全球外交大事 都是拜登上台以后的两大动作 G7峰会虽然在英国召开 那是因为按照惯例 今年轮到英国当东道主 但会议的主题还是拜登主的 约翰逊只不过干两件事 一是搞好会议宝藏 而是配合拜登演好戏 至于拜普会更是拜登主动提出来 普京答应了 于是他们见面了 那么拜登上任后 首次出访的外交大动作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我给出的结论就是一句话 拜登出师不力遭遇两年半 先说G7峰会 昨天我在观察室节目里曾经说过 这次G7峰会最大的特色之一 就是挂着讨论抗击新冠疫情之类的羊头 卖的是构建反华联盟的狗肉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 不顾疫情威胁非要组织这场线下的面对面峰会 根本使命就是为了推进拜登倡导的构建反华新联盟 其他那些议题不过是为了拿来掩盖英美加三国 要把G7变成反华新联盟核心圈成员国而已 但事实在是证明 这不过是拜登与约翰逊两人的一厢情愿 德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上个月 穆克尔在出席跨大西洋关系的视频会议当中 发表演讲时就提到 中国在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中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到这些国际问题当中 那么这些国际问题终将没有办法解决 在G7峰会召开之前 麦克尔又这样说 为了重建世界经济体系 七国集团希望加强与二十国集团 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 七国集团将致力于此 并加强交流与对话 还说 尽管与中俄存在分歧 很多领域如果撇开中国 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那么 法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早在2月份 马克龙就说 欧盟不应与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这次G7峰会之前 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法国在印太战略方面不应该与任何人结盟 并且敦出北约认清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 G7会议期间 在印太防务问题上 马克龙表示 法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 他喊话欧盟也应保持独立性 既不要与美国结盟 也不要成为中国的附庸 他还表示 中国不应是北约的优先处理问题 而在G7会议期间 马克龙也公开的表态 G7不是一个对中国怀有敌意的集团 他强调各国需要尊重中国 所以G7峰会期间 无论拜登和约翰逊多么努力 结果就是欧洲国家让了那么一点 也不不通不仰的写上了涉及新疆香港台湾的话题 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更没有任何具体的举措 再说拜普会 这次拜登提出与普京会面 还真成了拜普会 美国总统拜登 拜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 而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是拜登刚刚把普京称之为杀手之后 就提出来会面请求 更让人鄙视的是 我们看到了拜登人品当中最大的特点之一 那就是拜登的两面三刀与卑劣讨好 在两人见面之前 拜登一改过去对普京的恶意敌意编损评价 夸起了普京 改成对方聪明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这里面还有个细节 拜登会见普京内心很不自信 竟然还需要看着小纸条上的提示 真怕忘了或者说错了 但结果是什么呢 就像环球网发表的评论一样 这次两人会见的最大成果呢 就是两人见面了 仅此而已 拜登试图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 先把俄罗斯稳住或者晾在一边 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为了这个目的 拜登还提前解除了对德俄两国的北溪二号 天然气管线项目制裁 同时去取悦德国与俄罗斯 结果呢 提栏打水一场空 不仅德国不支持美国孤立中国 普京同样没有上拜登的当 拜登想借此次会见 离界中俄关系的美梦 就成了真正的白日做梦 不仅提前结束了会谈 拜登连和普京一同举行记者会的勇气都没有 深怕被普京掌握主动 而提前做出不安排共同的记者会 为啥 普京在会见之前就通过美国媒体给拜登带了两句话 为会见定了调子 一句话是说 美国长得丑 就别冲着镜子发火 支持美国自己一屁股屎 还到处指责他人的屁股不干净 另一句话是 中国是个友好的国家 它不像美国那样宣布我们为敌人 让拜登彻底使了挑拨离间中俄关系的念想 拜登的出师不利连续失败的结果再次证明了 毛主席当年说美国的那句话叫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这就是美国反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结局 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